暴主流纳塔亚 双暴配合3株 我攻击你会爆裂 你攻击我会冰爆 我打你能爆 你打我我都能爆 再配上3个株的配装 第一栗株吸血 第二栗株保命 第三栗株穿透 就算FPS卡顿一样拿下15杀 纳塔亚最常在的地方就是草虫 可能暴王是霸气不小心外露 迪拉克移动不动 虽然他大概率是因为玩弄问题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就是对队友不忠 我们要做能做的事情提高一面 洛克大招有护盾免控很可怕 爆发还有拖延能解决 要不就爆发把护盾秒了 要不就拖到他护盾没了 小地形对纳塔亚来说很好发挥 空间小小样技能命中率提高 先收一个双杀 再去中路找迪拉克 一个一技能命中 二技能被瞬移拉开 打中敌人的一技能 马上又能再使用一次收获303 马洛斯联盟正下来 一定要瞬移躲开 一技能找草虫的那个塔 可惜他早已不在场 二技能运助迪拉克大招有霸体 不会收到控制效果 把约克击杀 一技能追击迪拉克 夜才狂住马洛斯 夸克一个勾也勾回迪拉克 一趟阿姨技能打马洛 魔灵从中间穿过 其他也跟上收下迪拉克 补上一个阿姨技能瞬间秒小球 一技能往夸克旁边打过去 这不再次拿下三连杀 萨维恩记得推塔 夸克走到前面不出勾 敌人也会害怕 约克主动上来享受一波兵 阿姨杉直接拿他命 然后可以继续推二塔 除了夸克狗子有威射利 我的二技能猪猪也一样有 二技能可以随意丢出去 只要中了就马上补一补大 敌方不远了 找到一个能击杀夸克的机会 我们在后方提供火力支援 蓝短瞬移保住了性命 猪猪命中了小丑 魔灵跟上击杀 马洛斯林正在这跳下我 这是我附近有队友 他没有 瞬移可以留 被迪拉克疯狂控制 我的二技能也不能中 回头把敌方蓝buff拿下 那就可以在敌方塔前瘋狂丢阿姨技能 从这一刻起 我的FPS开始有点不稳定 突然出来一个洛克 二技能运助 没一次命就直接补大 刚好他也没有大 死亡视线少死 虽然画面看起来很顺畅 但是FPS不稳定 小丑起来很卡顿 技能没中就要瞬移拉走 要小心小丑一套秒 其而飞进去把迪拉克换了 其实是好的 迪拉克青线能力太强了 没了他我们推高地就会变得容易 马洛斯要一边提防夸克的勾 还要提防我的高爆法 兵线进去 4个人直接点高T 点完我们就可以转中 兵线也刚好来了 敌方也开始复活 也是时候打架了 我是个派台型法师 我要拿到最后面的位置 迪拉克能飞来飞去 我二技能是主动放在前面 但是主动放在后面 他肯定会死 再补一技能把洛克击杀 我们穿的还是非常好 一技能打中小丑 华克也勾到小丑 一技能被迪拉克空到 错过最好的示范时机 不过对我也不会放走小丑 我先撤出主板 不要成为东京目标 马洛斯反手联盟阵反打 二技能跟叶叉德拉没有配合好 没有击杀到马洛斯 这波就一波不了 转三路推三路 二一技能拿下月克几胜的20块 他却有86块 只要马洛斯大招被逼的用作逃跑的话 敌方团战想打赢就难了 电话巨龙用尽最后一火气 帮我们一直喷主宝 我永远都会在最后的位置 偷偷的用着二一技能 有打就开大 马洛斯也顶不住这么多人的围攻 一技能秒了迪拉克14杀 一技能再秒小丑15杀 用顺尼庆祝FPS卡神狗死的胜利 把主宝破掉 暴主流纳塔亚 双暴三猪流 一切都拥有 装备为 营牛之缺 爆裂法杖 生命法杖 极寒之户 冥双宝珠 混沌法杖 奥运为 荒芜 精灵 电污 魔闻为 魔法充盈 祝福 神圣守护 魔法秘语 河道巡游 听说点赞留言 排位会15连胜哦 你们有个游戏卡顿过 导致该赢的 反而输了的经历吗 我是爆竹人纳塔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